马上26号零点 我家的风控隔离解除了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愉快地拆解远程门瓷了 违反规则开门呢 主机顶部亮红灯 并通过无线风波网络通知防疫指挥中心 这面是主机 这面是检测 咱们先拆检测 检测这边呢 里面就是一块磁石 然后主机 两节五号电池供电 主板拿出 首先是电池的正负极 然后射屏天线 这里有一颗N3YSO 霍尔三角管 用来检测旁边的磁石 还有一颗乐意地指示灯 正面 首先是一个微动开关 装门检测 贴到门上以后呢 回家下去 一张流量卡 物联网卡 装到我的苹果12里 看看能不能用 很遗憾啊 这个卡呢 放到手机里面有信号 最后是一颗古桥的射频模块 拆掉屏蔽罩以后呢 可以看到里面是一颗新翼的高级程度系统单芯片 这个芯片呢 去年上市的 现在很多的智能水表 汽车定位 都是用的这款芯片 结构看完 接下来咱们装选 早上七点半核酸呢 我得还给网个员 好 已经开机了 有个正能量 有个正能量 好 太好了